从昨天勇士队输给独行侠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觉得肠胃不适没有胃口 直到快传大胜爵士 今天又是胡人大胜骑士撒进浅巴 该赢的都赢了 不该赢的也输了 尤其让我感到没有胃口 今天中午只吃了两碗门面 再多一碗就吃不下去了 今天勇士和独行侠的柴板报告也出炉了 由于这个报告只针对关键时刻 所以经典的用不出键没有丧榜 裁判僧称只有一次漏派勇士获利 101比105的时候 漏吹了追梦格林的掩护犯规 让库里这次命中了三分 又是经典的关键时刻移动挡拆 一如打胡人的时候那样 只可惜结果也是一样 移动长城也没有撒死独行侠 PG华丧顿起于了金州正义的拆决 两分拿下了对手 惊险刺激 但是加倍痛快 于是独奇俠完成了赛季3比1勇士的壮举 三一场 输给了汤姆森的肘步不吹 这一场 他们没有输给格林的移动挡拆 这才是真正的好男儿真壮士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38岁的老将 摸着天保罗本场的发挥 还是相当惊艳的 全场气头三重 看下9分508入宫 勇士虽然输了2分 可是摸着天的正负值 高达正22 如果没有那个至私的队友 疯狂出走23次 命中率却只有39% 本场比赛 鹿死谁手 真的还很难说 由于摸着天和哥哥 都是典型的矮个后卫 所以岸人不能搭档首发 可如果哥哥将首发的位置 让给摸着天 一如快船队大公无死的巨星 威少那般 勇士队 未尝不能成为顶级强队 可惜 提起明主以为 上一场18中午能完成场赢 这一场一定也可以 但在终究 是高估了队友的兜底能力 东西下游岂能两次在同一个地方摔倒 没有防松 没有传球 有的只是利用移动长城远距离投射 这样的体系明珠战法 当着球队的主要战速 终归是对球队伤害太大了 可惜末日天 明珠按投 一森本领 发挥不出十之一二 终有裁判加持 面对真正的强队 终究也是无力抵抗 D D 感谢观看